习近平要挤谁的命敲打谁 梦建柱 郭升坤危险了 1月21日 据《万维读者网》报道 习近平又发狠话了 哪个高官将中招 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1月18日周二 中共召开了19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习近平在会上连提了12次自我革命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认为 这说明习近平在亡党危机前已经慌不择路 以为通过及一些腐败分子的命 就能解决危机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的七个常委都参加了18日上午召开的中纪委权会 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谈反腐 他提到 要坚持党要管党 要全面从严治党 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等等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中共目前的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说中共党内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火做事 腐败手段隐形变异 翻新升级 因此要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整个讲话中 习近平反复提到自我革命12次 郑浩昌表示 习近平的讲话 反映出他以为通过所谓的自我革命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避免中共党王政息 郑浩昌认为 虽然习近平一直想找出路 但是仍然完全走错了路 郑浩昌分析 中共腐败透顶 从根本上讲 是由这个党本质上带来的邪恶有毒的意识形态所致 他说 从表面原因看 腐败是中共钳制了所有外部监督 党远大于法造成的 对于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中共党员要实时处处向中央看齐 郑浩昌认为 这正好暗示了中共官员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利 打折扣 做表面文章 以及打小算盘 耍小聪明 等等 郑浩昌表示 腐败产生的土壤就是中共自己 而习近平想在一片严谨地里种粮食 却不断地在地里加盐分 这就是南辕北辙 2022新年一时 习近平当局已经连打三只老虎 他们分别是 中共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刘宏武 中共西藏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斌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习近平遭遇到了中共官场普遍的软抵抗 近日 中共官媒播出五集反腐电视专题片《零容忍》 孙力军 傅政华等诸多落马官员出境忏悔 以宣传中共十九代以来的打虎成果 政论作家王赫文章认为 孙力军有其鲜明的上海帮背景 习近平拿下孙力军 就是一局粉碎了上海帮的人事布局 习近平想要在中共二十大完全掌控政局 反习势力也不会坐以待毙 因此 中共的内斗只会加剧 前中共公安部官员 现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认为 二十大前 习近平为了稳定大局 很可能要拿下孙力军的后台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委书记孟建柱 以及政治局委员 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 时刻新闻播报